这个缘分啊 包括我们亲人和所遇到的所有的人际 它才会变得更好 只有自己是阳光 你的身边的人才能被你的光明所照耀 如果我们内心这个因 过去上因恶因都不要管 就是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好 过得不好 其实都是正常的 都不要特别的在意 那么如果你从此以后 你的方向是往好的地方去发展了 那这就是对了 所以从一生下来之后呢 子女对父母是四种原因 父母对子女也是四种原因 也是讨债还债这个报恩报怨 那么父母有顺缘的父母 有逆缘的父母 那子女呢 也有孝顺子孙 也有逆子 也有不善之孙 那么作为父母应该 如何去把这个子女管理好 其实呢 也同样的 就是过去种下的恶的因 已经没办法 我们不要指望 他变成一个特别孝顺的人 也不要指望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你可以指望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那么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是根据你现在给他的知识 是外缘所影响的 父母亲对子女影响也会非常大 就是如果我们想 现在很多人觉得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啊 就小孩子教育或者大人的教育 对子女教育不好 事实上呢 好的父母亲 他一辈子到死的时候 对子女都会做好的教育 那我们就看很多人在临终之前 在这个写遗嘱的时候 都把很好的很高的一些道德理念 写在里面 让子女呢 就变得人生更加有方向 我遇到一个一个居士啊 他的奶奶去世的时候 他说他奶奶去世的时候啊 给了他三姐妹三串念佛珠 他告诉他 这一串念佛珠 都念了三亿的佛号在里面啊 三个亿的三亿句的佛号啊 那你看看一句一句 要三亿句要念多久 他说我这辈子都没有什么给你 但我这个念三亿句佛号的这个念珠 可以给你 那他拿给我看 真的是菩提族 菩提旨 完全是发红发亮的 就非常好 那么当然不是这个物质的问题 就对他的这个整个生命啊 是一种整个生命的趋向方向 或者说加持力都是非常大的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你的最深中 从小孩子很小的地方开始 无论过去的因是什么 现在这个缘 我们总要给他正面的缘 不要给他负面的缘 当然正面的缘呢 包括两方面的 一方面呢 就是你顺着他的正面的缘 就你要给他这个吃饱啊 穿暖啊 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给他提供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就是反面的一个教材 那么有些子女他很不听话 你要有智慧去 该骂的确实也要骂 该打的确实也要打 你要该装着生气的也要生气 你不能看上去什么都不生气 那就把他纵容也纵容坏掉了 所以正面的负面的都没有关系 但在整个关系当中 这个缘一定是要越来越好 缘如果坏掉了 因无论多好 这个缘坏掉了 这个因马上就受到影响了 比如说一个人很想对你好 结果你呢就瞒不讲理 老是伤害别人 那么这个到最后呢 他也没办法对你好 你也不会接受他 这样子这个缘就开始破坏掉了 所以从因到缘 才产生这个结果 那么从这个生命的大的方向 是这样一个形成的 从这个小的方向呢 我们的生命 就这一期的生 就讲人生啊 它是有肉体的这个基础 跟我们内在精神的世界 肉体呢是四大 四大就是刚才讲了 就地水火风 那么地大呢 一般来说 是代表我们的物质生活 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 首先要吃 要穿 要住 衣食 住行 这叫物质生活 物质呢是我们人生的基础 基础在哪里 大家看到一个五轮塔 有个战船的五轮塔 实际上在这个佛经里面 也有提到的 这五轮塔就代表物质世界 我们的五个层面 或者说物质世界 加精神世界的五个层面 这个物质的基础 它是最底下这一层 代表地大 就是是一个四方的一个造型的 那么地大呢 你看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大地上 来到这个世界 首先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是生活在大地上的 如果大地出现问题了 那我们像地震 我们就无法居住了 所以佛在华言经里面 有句话讲 佛则绝也犹如大地 能做一切众生医护 那我们现在的 这一期的人的身体 这期的身体 首先是以物质 作为生活的基础 它仅仅只是一个基础 基础就像房子盖的地基一样 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呢 特别重要 因为没有基础 你的房子就盖不起来了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物质呢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那就那就结束了 所以每天要吃饭啊 要有身体存在啊 这物质作为生命的一个基础 但是如果你这一辈子 就活在这个房子的基础上 你要盖房子 房子不盖 打完一个地基就以为够了 那这个房子永远都没有 都盖不起来 所以整体的生命 像一个房子 基础很重要 但不能停留在基础上 也就是说我们吃饭 穿衣 衣食住行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 只有衣食住行 如果只有衣食住行 只有物质的生活 那就跟畜生确实 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物质 是基础 第二个呢 水大 水大就是我们的肚子的部分 地大是腿脚的部分 按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们大家打坐的时候啊 人坐在这里也是一个塔 也这个五轮塔 跟我们人坐在这里的这个造型呢 是一样的 人一坐在这里 坐在凳子上 这个凳子跟腿脚 一放起来 正好是个四方形的 就梯形的四方形的 那这个四方的就是个地大 就代表物质基础 然后我们的肚子呢 是圆圆的 特别现在人啊 肚子吃的 吃吃的这个啤酒肚那些人啊 肚子吃大了 肚子就是圆圆的 它有一个圆圆的 是代表水大 水大是代表欲望 就是这一期的生命 人来到的世界 物质作为基础 然后欲望比物质更高一点 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 他就会死掉了 所以欲望是我们这一生 在人的生命里面 是人生的动力 你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因为你的欲望 在背后支持你 你才有力量往前跑 如果没有欲望的话 你就不愿意跑了 在今天大家来听课 你们有没有欲望 想不想来听 不想来你就不会来了 想来那个想就是欲望 所以欲望呢 是你生命的动力 你听经也好 文法也好 做好事也好 甚至做坏事 杀人放火也好 全部都是欲望 作为你背后的生命动力 但是欲望有两种 一种叫恶欲 一种叫善欲 恶欲如水 每况愈下 水呀 是往下流的 那我们如果是恶的欲望呢 恶欲是什么 就是自私自利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然后呢 经常被人伤害 这种种伤害 都是由欲望而导致的 所以有人说 一切痛苦都来源于欲望 人道无求品质高 是能知足 心长乐 如果你能知足了 无求了 你的人品也高了 你的那个快乐 也常常会出来了 没有欲望 但实际上这句话呢 是指没有恶的欲望 如果连上的欲望也没有 你那个高兴也不会高兴 那个人品也不想要了 不要品了嘛 什么都不要了 那他就会死掉了 所以我们能活在这里 说明我们大家都是有欲望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欲望 善欲恶欲都没有 他的生命就开始枯萎了 枯萎就像一棵树 没有水了 底下不给他浇水 没有水的树 你说会怎么样 他叶子会干枯掉 整个就会死掉 那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我们这个人呢 如果也没有欲望了 你看活也不想活的 吃饭也不想吃了 睡觉也不想睡了 可能几天你就没命了 不用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欲望 在背后支持着我们 但是恶的欲望呢 确实像水一样 所以水大是第二个部分 有一句话讲 人不畏及天诛地面 虽然说我们不要自私 不要自私 其实我们只要是人 他与生俱来就会自私 这个没办法 因为我们都有我执 又以我为中心的 这个自我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 不管是父母兄弟姐妹 亲人爱人子女 就是你最亲的人 也会吵架 也会也会不开心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都很在意自己 所以围绕这个自我啊 他不自觉的 就有很多不良的欲望出现了 那么只要这些情况出现了 我们内心就受到伤害了 那一受到伤害呢 我们就有气无力了 就站不起来了 如果严重的 那你就觉得活着没劲 没味道 因为只有欲望的生命 只有恶欲的生命 它是每况愈下的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啊 大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对社会不负责任 对别人的生命不负责任 对自然环境不负责任 杀鸡取卵 那么这样的社会 肯定会走下坡路 叫世道人心江河日下 就像江河流水一样 往下走 因为大家都是秉持着自私的欲望 在背后作为生活的动力 那么第三个呢 火大 对手火红的火大 是代表胸口 心口的部分 这部分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善良 就是善法的欲望 我们来听课 就是一种善法的欲望 我们烧香拜佛 也是善法的欲望 我们不会烧香拜佛 求菩萨保佑 把别人给保佑死了 我们只会保佑别人身体健康 只有善的猎头 是往上走的 所以有些人啊 他说你们佛教徒 都是自私自利的 甚至呢 最近有一个人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东方的宗教 特别是佛教 道教 是一种贿赂性的宗教 贿赂性是什么 大家把水果花 拿到佛前面 供养一下 公子乡放几个钱 菩萨你给我保佑多一点 供养菩萨一百块钱 菩萨你要保佑我赚一百万 这样 或者说菩萨 我给你供养几盘水果 你保佑我儿子 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 这贿赂性的 贿赂的东西很少 给我获得的东西很多 那他说西方的教堂呢 是忏悔型的 是认错的 就到那里去认错 上帝我做错了 对不起 我下次不敢做了 下次他继续做 往来又回来说 上帝对不起 好 有没有好处呢 两个角度都有好处 但是他其实解读错了 中国的佛教 到庙里去烧香拜佛 供养啊 他实际上呢 并不是贿赂性的 他是一种尊敬的表达方式 因为凡夫都是着相的 比如说 礼亲情义重 千里送儿毛 就是我跟你有这份情 我情义很重 我得表达一下 我不表达出来 你怎么知道啊 如果我不表达出来 你也知道 那么你就不是正常的人了 正常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表达出来 才了表我的这个心愿 所以我们求菩萨保佑呢 实际上比那个到教堂去忏悔啊 要更好 更有效 为什么更好 因为你求菩萨保佑的时候 你的内心 是把内心中上法的欲望 开发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求菩萨保佑 你保佑我身体不要健康 保佑我不要赚钱 保佑我家庭不要和睦 保佑我天下不要太平 没有人这样保佑的 他保佑的都是希望 这个风调雨顺 国态民安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你看保佑的一大堆 全部都是好的 没有不好的 你内心中往好的地方开展 这叫良性教育方式 而这个西方的呢 他告诉你忏悔认错 佛教里面也有认错 因为我有烦恼 我认错了 我改过 改过以后你要放下 你不要天天在这里 这个今天忏悔了 明天又去犯错了 好像犯完错了 忏悔毁了我就没错了 其实你的果报还在那里的 只是说你的生命真的改过来了 那就好了 但如果你天天在那里 想到自己的错啊 那个错误的那种罪恶感 老是在心里 老是在心里 到最后你只是会下去 并没有上来 也就是说 使你的内心变得更加的萎缩 更加的不能把善良的东西 开发出来 虽然他觉得良心已经安了 其实究竟来说并不安 也只是自我安慰 当然也有人很真诚的忏悔 完了以后他就改过来了 那才是好样的 所以佛教里面也有忏悔 也有感恩 也有发愿 发愿就是要把好的东西 开发出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火大呢 胸口的火大 是代表善良 一个人如果不善良 他的生命就没有活力了 你看善良的人啊 都比较热情的 有没有 大家过来做义工 我看他们做义工 擦桌子擦什么 都比较热情的 不热情的人呢 他义工也懒得去做 干什么 人家都没事 我还不如在家里睡觉呢 去做什么义工 他热情的人 他才去帮助别人 所以当你有了这份热情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火是往上烧的 水是往下流的 所以当你觉得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往下流了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 当他去求别人帮忙的时候 你去求别人帮忙的时候 你的腰会弯得很低 你的头会放得很低 讲话声音也放得低 你不可能扬起头来大声的说话 大声说话人家不理你了 你求人帮忙 你内心有欲望 所以你总是比人要低一点 当你自己有善良的时候 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是挺着胸 是理直气壮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是善良 你是阳光 你是太阳 你不会在这个阴暗的地方 所以一切万物都得到滋润 一个真正善良的人 他的态度 只要是直 直来直去 纯朴 直接 不需要拐弯抹角 你真正的善良 当然有些人说 我真正很善良的 我讲话看到什么 我就直接批评你了 那个话讲出来很刺 带刺的 别人心里受不了 他还是觉得我是很耿直 其实那个刺就是个恶 让别人伤心了 如果一个真正懂得善良的人呢 他知道这个语言 别人能不能接受 别人接受起来 舒服不舒服 如果接受起来舒服了 那你最直接讲是最好的 不需要任何的拐弯 所以善良呢 是善法的欲望 那当我们有了善法的欲望 这个火大就越来越茂盛 而生命呢 它整个是在提升 是在进步 在我们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 大家在担心 能源短缺 现在担心能源短缺 石油啊 这个烧网了怎么办 还有煤炭啊 还有其他的资源 实际上呢 人类真正的能源 是来源于我们的善良 就你这一列善心生起来啊 他的内心 善实际上就是好的意思 就当我们 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这个好字如果提出来 那人间就充满了善良的激情 他这个激情的力量 就会使世界变得温暖 没有黑暗 变得光明 温暖 没有寒冷 而这个光明呢 没有黑暗 就是只有善良 让自己的内心 是往上走的 这是火大 我们如果有些人 他手脚冰凉 或者呢 身体啊 怕冷 冬天怕冷 你就可以去做做义工 不一定到庙里去 你到社会上的那些 志工队伍去做做 多干干活 就做一些 纯粹有利众生 有利社会大众的 甚至你如果高兴的话 到大街上去 烧烧马路也可以 就当你有这份善良的心 开始去做的时候 你的火大已经开始 生长起来了 你已经有这个热情了 你身体也会热起来了 如果家庭觉得冷冰冰的 两夫妻讲话 讲不到几句 就吵起来的 你也去发心 去做做上事 当你的上心好事 为别人做 做完了以后 你在家里 为家里做 也会心甘情愿 你这个家也会变得温暖 所以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一家人 都没有一个热情的人 这个家庭冷冰冰的 没人喜欢住 子女后代子孙 出来了以后 人也长不高 也长不胖 也长不大 看去呢 就是很没有营养的样子 为什么他家的温暖没有了 所以一个家庭 他需要温暖 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我们这个人生 也需要这火大的温暖 只有不停的 把善良提起来 如果我们实在是 什么善良的事情 都没得做呢 你就坐在那里想 佛菩萨很好 感恩佛菩萨 感恩父母三宝 让这里想到一些阳光的事情 想到一些快乐的事情 这样呢 也是一种善良 就让你往好的 往快乐的地方去想 只要想到了这些东西呢 让自己的心 也会提高能量 所以佛经里面的修行 就告诉我们 有念佛啊 持咒啊 还有各种方式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风大 风大呢 是大脑 头脑 是代表智慧 风 大家看见风 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 风是看不见的 风吹过来了 我们感觉 哦 这是很凉 这是很热 或者呢 这个翻动起来了 我们说风吹过来了 风看不见 但是通过事物的变化 你也能看见 也能知道风 那我们的大脑呢 智慧也是这样 就大家的智慧啊 每一个人的智慧 都看不见的 就你脑子里面 怎么看待世界 比如说这个人过来了 他是个好人 还是坏人 真不知道 但是你说 真的不知道吗 你通过他的言行 举止 你就知道 哦 这个人很不错 这个人可能很有智慧 这人可能很慈悲 你通过他的言行 就能看到 所以这个了解世界 了解自身的 这个智慧 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他的形状 就像风一样 就一个人 他的言行举止 比如说他坐有坐的像 站有站的像 走路有走路的像 吃饭有吃饭的像 说话呢 也不招不急 然后呢 口齿清晰 让别人听起来舒服 也不是大声的叽叽喳喳 也不是嘴巴一咧 别人都听不到 你要很自然的 讲到 让别人能听到 就是你随时随处都上话桌 你为别人考虑 你太想了 人家听起来太烦了 这个声音难听 如果是讲的太轻了 人家反复的问你 不好意思问你 他又没听懂 所以呢 你的讲话声音 也是要考虑的 那么通过语言 通过你身体的动作 还有通过你内在的思想 你能体会到 你到底是一个有智慧 还是没智慧的人 那么这个智慧呢 也可以不停的再提高 那我们在学习知识 来思维观察 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 不要老师生烦恼 生烦恼生多了 这个烦恼火 会把我们的智慧灵给烧坏了 那智慧像树灵一样 烦恼一来呢 特别是生气 称恨心 一生气 叫一念称心起 百万帐门开 只见心火烟烟 烧尽菩提之种 进风浩浩 雕藏功德之灵 就我们的功德丛灵啊 都会被我们的这些 称心啊 这些烦恼 散乱的心啊 毁坏掉 所以要保持 头脑的清醒 这个时候 是在增长我们的智慧 这叫风大 那么金光明经告诉我们了 他说 地水二大 其性下沉 火风二大 其性上升 地和水 它的本性 是往下滚的 是下沉 那水往下流 地震的时候 泥土都往下滚 火跟风 这两大呢 它的性质是往上的 因为火往上 往上烧 风呢 你在高的地方 风就吹到了 在低的地方 风就吹不到 所以风呢 是往上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一个人 拥有这样一期的 地水火风 这四大元素的生命 我们呢 只追求物质的享受 只是追求这个身体的物质享受 那我们的生命也在走下坡路 也像水 像地一样 如果你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 为所欲为 那你也只会找下坡路 你的生命会越早 越早见死胡同 越早越不自在 那么如果你的内心 有善良提起来了 就刚才讲 你内心充满了热情 你做事情的时候 心里很开心 那特别是有些人 他见到了一个自己 非常敬畏敬仰的人 或者自己非常爱的人 非常喜欢的人 你的心可能就蹦蹦蹦 跳得很厉害 那个心脏起步 起步就起步很快 那发出来的那个火就很大 脸会红起来 全身都会红起来可能 因为他的这个热能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里来的 你碰到了这个劲 你有喜欢 有喜悦了 有高兴了 他火就开始上升 所以人一旦高兴的时候 找路都会轻飘飘的 做事情什么都不怕累 什么原因 因为你有火大 在这里往上走 所以人逢喜事 精神爽 太高兴起来 做什么都不累 但是如果你欲望达不到了 欲望达不到 想要东西得不到了 你就开始没劲了 做也做不住了 躺下来了 几天都不吃饭了 这他是下沉了 就生命往下 往下堕落 那么如果保持清醒 就是你的善良 还是有相的 我们不要做这个相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注意力 你看 第一 不要追求物质 第二 不要产生欲望 第三 连善良 我不要 这个时候 你会是什么样 你会头脑清醒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你现在坐在这里 我们打坐的目的 其实就这个目的 就当你坐在那里 你阿弥陀佛 或者参长 或者止观 坐在那里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静静地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他自然有一种注意力 这个注意力在哪里呢 在自己的大脑 是不是这样 你坐在这里 试试看 坐在这里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想 他的头脑最清晰 头脑最清楚 我讲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外面的车水马龙声音 我们也听到了 但是我们并不反感 我们也不反对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头脑很清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最清晰的状态 头脑清晰的时候 你感觉就像镜子一样 外面有一点声音 都看得很清晰 但是你都没有意见 因为没有幻想 就在这个状态里 我们的智慧 就是不停地得到开发 所以做好事 做善事的人 他的心 这个热情会开发起来 但如果你 饿的没有 连善的也没有呢 你头脑越来越清晰 你的智慧会得到开发 智慧得到开发以后 这个世间百态 都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自己 我们平常为什么心会很烦 心烦烦多了以后 头会痛 睡不着 失眠 各种疾病 就是因为头脑不够清晰 有些人说 哎呀师父我躺下来 这个睡不着 我也没想什么 就是睡不着 其实呢 他一定有想什么 头脑一定有让自己牵挂的东西 放不下的东西 如果你真正全部放下了 心像虚空一样 这个身体如果累了 他马上就睡着 如果不累呢 反而反正不累 也无所谓 你就让他 渐渐的在那里 让他自动休息就好了 就保持头脑清晰 是增长智慧 那这个火大和风大 是往上走的 所以佛经里面 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诸恶莫作 众上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佛法的核心精神 诸恶莫作 就是你的贪欲 你对物质的执着 不要去了 因为一去呢 你的生命就走下坡路了 诸恶莫作 众上奉行呢 往上走的 善良的 那就是我们的火大 你要开始努力 要提高起来 提高到一定的时候 连善也不能想 你做好事 也不能执着好事 执着好事了以后 你的智慧 不一定会开发得了 所以有些人很善良 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智慧并不够 因为做了善事呢 如果看了别人 做了坏事了 你心里也会很痛苦 比如说你很好 对待别人 别人对你并不好 你心里一定会痛苦 会难受 这就是自己智慧不够 所以当你善良了以后 你要更进一步 开发自己的智慧 让自己的内心 变得清静 开发智慧的方法 在哪里呢 就是通过持咒 通过念佛 通过不打妄想 常中最直接 最快速度的开发智慧 就让你参长 参到一身 一念不生之前 一个念头都没有出来 那个内心 那个头脑 就跟天空一样 非常战畅 非常淡定 非常安静 一点动摇都没有 像万里 晴空 无片云 这个时候 这个天下万物啊 都像 在镜子里面的影子一样 呈现出来 就像大家坐在这里 你什么想法都没有 那我讲话 或者旁边的声音 旁边人来人往 你都很清晰 能看见这一切 甚至如果你功夫生了以后呢 你对自己的这一生 从小到大 也会很清晰 还有更进一步的 你对未来的生命 对过去生 也会慢慢的清晰起来 对别的人生命状态 世间的因果缘起 也会未来越清晰 所以 大脑清晰 就是开发智慧的 一个重要表现 那么 仅大脑清晰的智慧 还只能代表世间的智慧 因为它是这个身体 世大的最高的一部分 叫做风大 还有更高的 就是空大 从这个人体 世大甲合的身体 再解脱出去 那就要认识到 世大原无我 看到世大无我了以后 那 这个佛法讲 才是出世间解脱的 当然我们讲 人生的手册的时候 就可以不 暂时 可以不讲这里 因为讲到前面的世大 我们就知道了 就在你的生活中 这世大组合起来 它怎么去匹配 有一点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 如果我只有智慧 我没有善良 我也没有欲望 我也不执着物质 是不是我很快就死掉了 其实不会的 因为身体呢 它有过去的夜 推动了过来 是夜里感召来的 它有它的惯性 就是根据我们生活的习惯 我们还会吃饭 还会找路 还会继续保持身体的这种健康 但至少呢 我们不会把身体用坏掉 用坏掉 就是人为什么在一岁到二十岁以后 不发育了 二十岁到四十岁保持 四十岁到六十岁就早下坡路了 六十岁以后呢 就按照这个 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模式来说 就是沉住坏空 这是个阶段 因为一岁到二十岁的生命 它是充满 单纯 善良 向往美好 所以它呢 发育得非常快 就往上涨了 但二十岁以后呢 它自私自利的心就很强大了 所以呢 它老是想获取 想占有 那获取和占有的心 让它的这个欲望啊 也充满着这种欲望往前走 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 世间的东西 基本上新鲜的东西 已经没有了 是不是这样 四十岁以后的人 你的吃啊 住啊 衣食住行啊 吃喝玩乐 可能都尝过了 家庭啊 子女啊 都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欲望就少掉了 就是 想要的东西 确实变得没有了 有些人呢 只是说 我赚钱要还债 要养子女 变成一种责任了 那这个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开始已经不耐烦了 所以四十岁以后的人 头发要摆掉 头发摆掉是代表对这个世界有意见了啊 第二个呢 眉头要皱纹要出来 眉头皱起来代表真是讨厌 眉头皱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这种 善良和热情和美好 你可能皱纹要不会出来 或者呢 就是身体本身 因为身体是过去生的业力感召来的 即便你现在的心情好了 他过去的那种惯性的讨厌 还会表现出来 所以皱纹也会出来 那到了六十岁夹子 六十一夹子到了以后啊 对这个世界可能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所以六十岁以后的这个爷爷奶奶带孙子呢 基本上就会把孙子宠坏掉 为什么会把孙子宠坏掉 六十岁以后的人 他觉得这个世界 这个小孩子啊 六七岁七八岁小孩子 他做什么都不为过 他要闹要哭都是好的 都没什么不好的 人家二十岁的这个小年轻 如果孩子哭起来闹起来 他就烦死了 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不烦的 小孩子再怎么哭他不烦 再怎么闹他也不烦 所以他享受天伦之乐 他觉得那是个天伦之乐 但从教育来说那样也不对的 那小孩子宠坏了 他一辈子到时候 这个更加 更加这个焦滴滴的承受不起了 所以呢 要正常的去教育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几十年的人生 我们如果拥有这个地水火风 这四个层面 如果拥有这个往物质 执着物质的人 他可能连自己活着需要什么 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有些守财奴啊 他每天就把钱啊 把物质啊赚得很好 但是他可能家庭关系也不好 人际关系也不好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他的欲望 正常的欲望开发出来 所以在最低的人 他不知道高的境界 执着物质的人不知道欲望有多好处 执着自私的欲望的人 他不知道善良有多么好处 那么我们通过学习以后呢 可能就会知道 就是说自私的欲望 他会带来极大的伤害 而善良的欲望 却是一团光明 却是一团能量 那充满了这种热情 为家庭 为事业 为神圣 这样子去做呢 那我们生命的就要往上走 所以有善良的人 他一定会拥有 自己想要的东西 拥有自己基本的物质条件 那么善良的人 他不见得有智慧 有很多人做事情很真诚 但是他是愚蠢 所谓愚蠢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呢 当你有了智慧了 你的善良随时都可以开发出来 所以这个地水火风这四个层面 你拥有高的层面的这种能力的时候 下面的那些几个层面都同时会有 他只会把它改善 也就是你所追求的是哪个层面 就决定了你人生的方向 你追求的是物质 你追求的是欲望 是自私的欲望 那你就注定你的生命走下坡路 如果你追求的是善良 追求的是智慧 你的生命一定是往上走 因为性质如此 他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你生命就会往上走 所以佛经里面有个寄送说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你心头 人人有座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 人打坐坐在这里 就是一座塔 五轮的塔 地水火风 物质欲望善良智慧 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四大组合的身体 它本质具有这样的一个 生命的意义存在 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的物理学 这个医学 心理学 也可以看到 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并不是违背了世间的科学 反过来说 世间的科学 可以站在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了佛法所讲的人生的这种关系 当然 人的生老病死 是有它的规律的 即便没有什么病 有生必有死 也是人之残情 每个人生下来都会死的 有一些历史上高僧大德 修行好的 他在临终之前 可以坐脱力往 无病 无苦 没有病 没有痛苦 坐在那里就走掉了 那么没有病 没有苦 为什么也会死呢 那这个中间 当然有牵扯到这个缘起法 它跟世间的缘 已经近了 那它就走了 那么缘还没有近 在这里 我们如何把它运用好 实际上从医学上呢 我们也要 也要很好的去调理 就是一个总原则 你知道了 你生命追求的定位 是在那里 要是落实在细节上呢 实际上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 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体 它首先 你要调解它 第一个呢 你的心对这个身体要好 你不要让这个身体 变成你的一个累赘 变成一个麻烦 对身体不要产生一种 这个负面的痛苦的这种情景 对身体也要有一份感恩的心 因为身体是靠外在的地水火风 给我们提供的 甚至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啊 吃的饭啊 都是别人给我们提供的 尽管你也花钱买 倒是也是别人给我们提供的 所以我们呢 对这个身保护这个身体啊 也要有一份敬畏的心 大家去庙里面拜佛 你看 拜佛拜完了以后 实际上拜佛也是拜自心 因为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个佛 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塔 我们是一个会行走的塔 这个佛也就是一个佛康 这个佛老是在这里面 我们自己的佛康都不知道 到处到别的地方去找佛康 找寺庙去拜 找寺庙的目的 是要开发我们自己的这个佛 那么这个佛 所以对这个七的生命要产生 跟佛一样的敬重 尊重 如果自己不敬重 不尊重这个 自己的这个佛塔 那我们可能在主要的观念上 就会伤害自己 那这个是在观念上 不能伤害自己 有一些人他得了什么癌症 给他一讲 两三根位就死掉了 那有些人呢 他得了癌症 他一听到是癌症 马上放下一切 一心念佛 知道为期 不远了 赶紧用功修行 结果他癌症好了 在年前我一个师伯 九十一岁 往生了 那往生了也很安详 他在八十岁的时候 就得了癌症 在文城检查起来 说癌症晚期 到温州检查起来 还是癌症晚期 肝癌 然后呢 要把他运到上海去 我师伯说 他都是十三岁出家的 都出家都六七十年了 到上海去 都这么老了 还到上海去 肯定不是什么好病 我不去了 他就回去了 那这个亲人呢 也不敢告诉他是癌症 他就回到寺庙去 后来我们这个师兄弟啊 就跟他说 这个老师伯出家这么久 修行功力这么深 我们一定得告诉他 所以我们就去跟他说 说师伯啊 你这个阿弥陀佛 给你发邀请函了 你要准备好 早点去 去极乐世界了 那医生说 最多三个月 不会超过三个月 就会走了 你晚期了嘛 然后他说 那好啊 这个阿弥陀佛叫我去 我就去呗 他就把庙里的丹家 他原来还是个丹家师 把丹家这事情 都交代完了 一心念佛 念着念着念着 他开始心胸 这个肚子痛 他才去医院检查的嘛 念着念着不痛了 再念念三个月 你怎么还没有来找我去啊 再念三个月 怎么还没来啊 过了过了 再过了 总共过了六个月以后 再去检查 说根本没有什么癌症 奇怪的事情 但他又活了十一年啊 但是最后还是要走了 这人生总是要走的 就是你病不病都得走 所以呢 你把生命的定位 在这个位置上了 对于生老病死 人生遭遇啊 不必大惊小怪 除了你过去的业 有句话说 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就是你得到了 你努力过了 能得到 最好 你要珍惜他 得不到 你马上放下 不要为这个事情去纠结 去纠结 又把自己搭进去了 让自己又去伤害了 所以遇到瞬间逆间啊 都让一个好的心情 来引导自己 那这是一个 就心对身体的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做事情上 做些时间啊 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 当然这个身体 是一个非常复杂 又很有序的一个机制 那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去锻炼他 养护他 就像我们养道心一样 你每天要 除了正常的吃饭 穿衣 这个工作 正常以外 就不要过度的去伤害 如果过度的 体力脑洞过度了 或者早喊了 早凉了 或者呢 这个这个太热了 太冷了 让自己的身心 不堪承受了 那像有些人 这个搞那个体育运动 极限运动 这些对身体 其实是不是很好 如果是一般的体育锻炼 那当然对身体 是有好处的 就是让这个身体 是一个充满智慧 和善良 有激情的 这样一个状态呢 他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 那么即便有些生病 这个身体不是很好的 我们这个大脑啊 他通过对于善良的 正面的力量吸收以后 大脑自然也会发号施令 让身体的四大 开始协调起来 因为身体自己 就有全套 自我自愈的功能 我们的身体很奇怪 就是外在的世界 所有的信息都在身体上 然后我们内心的世界 所有的情绪 也包含在身体上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高度的 精密的一个仪器 而且呢 它是全自动的 身体是全自动的 我们如果不去伤害它 身体自己是不会伤害自己的 它全自动 比如说小孩子一生下来 谁去制造他的眼睛 制造什么 不需要制造 自己它就完成了 身体的各个器官 它的接受啊 消化系统啊 排斥在外啊 整个身体的所有系统 自我修复系统也有 这个运输系统也有 血液的流通系统也有 然后信息的分离 这个处理系统也有 就我们电脑的处理器一样 外在的电脑是一个很粗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脑 对整个身体啊 每一个部位 包括每一根头发 每一根毫毛 它都非常清晰的 非常周到的去安排 所以呢 很多身体不好的人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能找到自己 对不起身体的部分 就是你不要伤害它 它不会自己伤害自己 你只要不伤害它 平常的生活呢 我们可以正常的去处理 就是不一定要吃的特别好 或者有些像什么东虫下草啊 我看我们在南方的 历代的这些祖先 可能都没吃过的 现在有些人开发出来 南方人拿去来吃 觉得那个东西才好 有些人呢 以为这个 有个人说他过两三天 过三五天都要吃燕窝的 那吃多了一身的病 那个过去也没有 我看我很多人 寿命很长 几十岁三百岁 也不见得天天去吃燕窝 吃什么山珍海味 就是你生活在哪里 你的生活的这个环境 本来就有提供我们 衣食住行的这些条件 它是最自然的 那么当然现在有人多了以后 通过很多科学的方式 包括种植蔬菜啊 包括一些药物啊 药草啊 这些配置里面 加了很多的人为的因素 那么这样呢 有些产品 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快乐啊 或者健康成长呢 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 那特别他们说 现在我们这个有毒的食品 太多了都很害怕 但实际上呢 我们还是因为没有开发了 心中的自我治愈的 自我疗伤的这个机制 人体它绝对有完整 自我疗伤的能力的 以前好像在这个几十年前 说人类好像克服了这个 这个肺结核的这个病 哇在这个全世界宣布 很关荣的一件事情 肺结核过去肺脑是不治之症 好像从那以后到现在 几十年下来都没有什么 特别的药可以克制特别的病的 很多慢性病根本就没办法治的 像这个什么高血压 高血糖啊 还有这个癌症啊 有很多病你看它根本没办法根治 那么这个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人体自己有自我治愈 自我疗伤的能力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开发出来 我们的心不够纯净 我们的大脑给全身发送的信号 并不安全 所以呢 有毒的食品 大脑是一个很缺德的事情 是不好的 可是我有时候想想 那些毒可能也无法 我们吃了吃了 说不定我们就对毒产生了 看体了 产生免疫能力了 这个在很多时候 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 佛经里面有个记载啊 说这个达摩祖师在中国 传扬大乘佛法的时候 他曾经有六次中毒 别人给他下毒药 说他讲的这个禅宗啊 不是正规的这个佛教 有些呢是外道 说这个人影响这么大 给他下毒 想把他毒死掉 他六次中毒 不省人事了 都没死 然后这个天胎中的 二祖惠师大师 也讲大乘长法 结果也有四次中毒 有一次呢 最重 跟他随行的几个人 都死掉了 他随行去弘法 被别人下了毒 他自己呢 没死 口吐白沫 不省人事了 他心里很清楚 在干嘛呢 在念的 摩霍般若波罗密 摩霍般若波罗密 多心惊啊 大家听听念的 就这一句 意思就是大智慧到比 般若智慧啊 般若智慧是什么 就是空啊 就当他内心 只想到佛菩萨的这种智慧 内心完全是空掉的时候 这个毒对他居然不中毒 这个是奇迹啊 实际上不是奇迹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般若 放在你内心的总指挥 你脑子里面只有般若般若蜜 那他就用智慧来指导全身 那些毒吃进来的以后 本来要往全身扩散的 结果你的脑子里面 没有接受他的毒 只是传达的是一个般若般若蜜的信息 所以你的心脏重要的器官就没有被毒所伤害了 他居然能活下来了 所以佛经里面看到的那些完全奇迹的东西 事实上你如果用现在的科学再去解释一下 那么用佛法再来了解一下 他是非常科学 也就是说他的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并不是很神奇 当然对于不了解佛法 不懂得我们的这颗心 有般若智慧的 这样一个人来说他觉得很神奇 但你懂得这个心的作用 知道这个心的善良 心的智慧 会开发出很多的微妙的功能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神奇了 所以修行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 要相信 然后慢慢的你听经文法了解了 懂了以后呢 你懂得善恶报应 懂得因果了 那我们自然就在内心中 不会把负面的东西提起来 纯粹把正面的有利的东西提起来 提多了以后呢 自然就能够再用身体去验证自己 所以佛在阿罕经里面说 我们不要相信权威 你不要只是相信 你相信佛了以后 也不要说佛是很权威 我相信他就够了 你相信佛你要用自己的行为去验证 用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善良 在生活当中去验证 你验证完了以后 你看看佛所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知道是这个道理了 比如说你生病了 身体不好 你内心把善良的 把智慧提起来 是不是能把这个病 把它缓解了 然后把自己的心呢 更加的清静起来 把力量开发出来 如果有这个效果 那么你再去跟别人说 就这个是用身去做证的 就在世大的这样一个假合的身体里面 他自己有序的通过我们大脑 大脑所出现的任何一个图像 就是我们未来生命的图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丰大智慧 今天你脑子里面想到一个 你喜欢的人 很敬仰的人 你内心就很快乐 就很开心 你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很讨厌的人 很讨厌的事 你马上就开始心里不舒服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 把好的正面的东西拿出来 最好你想到的都是阿弥陀佛 是消灾严寿药师佛 把正面的这些东西从脑子里面进行 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疏离 或者一种引导 因为未来的世界呢 过去生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 已经造了阴了 这一生前面的几十年 我们也已经造了也不知道 但是从这一刻开始 从这个念头开始 未来的生命 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 还是可以 你拿佛菩萨的什么情形 如果我们现在的心念力量特别强大 那你往前走 它一定会引导到未来的生命去 所以心念能够改造我们身体的四大 那么身体是这样一个四大架组合起来 通过学习 通过修改情绪 通过生活 四大的这种协调 把身体调理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精神上 在精神上 精神的世界也很重要 也会影响这个身体 因为这一生就是身体 精神和世界 那这三个范围 才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那人生的背后呢 它存在有什么意义 就是我们讲这么多 要了解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们明天再给大家讲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专专严佛净土 专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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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in the